几位男同学坐在西滨侧车道旁的边坡草地上 其中一人不断发抖 拿着手机敲打自己的额头 大家情绪低落十分悲伤 因为跟他们一起骑车出游的同学 跟拖板车发生车祸 倒在路中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我们说内侧 内侧 它已经过了两台三台 我就慢慢偏 结果就听到它 铛一声 车子就动了 意外地点在西滨苗栗后龙北上107公里处的平面侧车道上 警方调查 10号上午9点左右 一辆拖板车载着怪手准备到前方的工地施工 行进间明明右边就有机车道 一开始却有三辆机车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左侧超车 接着第四辆要通过时 疑似机车压到博油路跟水泥盖的高低落差 超车不慎 摔车倒地时遭到拖板车碾过 跟在后方的第五个学生 就这样募集前方同学被碾 警方调查拖板车驾驶没有喝酒 查看他的行车记录器 驾驶当时正常向前行驶 但因为现场没有监视器 无法查看学生摔车遭碾的过程 肇事原因跟责任厘清要后续调查 不过同行的同学募集事发过程 有看到朝夕相处的朋友就这样倒在地上 不止惊魂未定 更难以接受意外事实 TVBS新闻谢股金苗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